台教育部门5号发函岛内各大专院校 宣布即日起开放应届毕业生以外的境外救生来台就学 但傍晚又急转弯表示因两岸考量解禁名单排除路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为何美国官员能顺利访台 而滞留在大陆的小民们迄今没有一条安全的回家之路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江龙 林玉芳带来全面解析 岛内数据显示 台湾6月出口大陆的占比达46.1%为史上新高 民进党当局年初曾多挫并举 力图让两岸经济脱钩 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两岸经贸联系不仅没有退步 紧密程度还在升级 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呼吁 国民党应加强两岸论述 相关信息如何解读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林玉芳 为您深入分析 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一位熟悉近日白宫工作组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特朗普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为何外界仍有这样的质疑声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8月5号发布数据显示 随着生计日趋恶化 不少美国人被迫提前动用退休储蓄 这一做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时事评论员王健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开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开线 我是爱科竹 在福州向您问好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惠物用酒 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教育部门5号发函岛内各大专院校 宣布从即日起开放部分境外学生返台就学 但是排除陆生 台湾方面陆委会旺称 是大陆方面所谓阻挠陆生返台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对此事做出了评论 马晓光对此表示 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捏造事实 别有用心 从疫情发生至今 我们十分重视大陆学生返台就读受阻问题 支持陆生维护正当权益 并及时协助解决陆生赴台相关实际问题 而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 一直针对在台就读陆生 刻意采取歧视性措施 以种种借口进行政治操弄 一再制造障碍阻挠陆生返台就读 8月5号 民进党当局宣布 开放应届毕业生以外的境外学生返台就学 却唯独把陆生拒之门外 再次严重损害陆生正当权益 民进党当局伤害同胞感情 制造两岸对立的恶劣行径 已受到岛内舆论的质疑和抨击 他们栽赃污蔑 恶意歧视的做法 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奉劝民进党当局正是民意 切实尊重和保障陆生返台就读的正当权益 台教育部门宣布开放部分境外学生返台就学 但是排除陆生 此举引发了舆论质疑 不少大陆学生指责民进党当局 政策招令西改 台湾媒体认为 此举明显就是出于政治考量 还有不少的大学校长和主管骂翻天 收到学校通知 可以来台之后已经购买了机票 那么他们所花费的费用 大概是5000台币到8000台币不整 那现在这些机票都已经购买 很多航空公司都无法退票 一得知可以回台 不少大陆学生立刻购买了机票 没想到民进党当局政策立马大转弯 把陆生排除在外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是感到非常错愕 也对教育部的做法非常失望 台教育部门5号傍晚召开记者会 教育部门副主管刘孟奇 在宣布全面开放英界毕业生以外的 境外生返台就学后突然被其幕僚叫走 离席约三分钟后返回 竟改口声称因两岸相关的一些考量 大陆学生不在此次解禁范围之内 仅限英界毕业生可申请来台 引发在场记者一片哗然 两岸事务的主管机关对于现在是否开放 非应届毕业生的大陆学位生来台 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先暂缓开放 这个非应届毕业生的陆生 6号台立法机构内政委员会 赴台陆委会考察时 也有民代特别谈及此事 而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对此则是含糊其词 大陆有诚意 他要把人放过来 重点是大陆有没有诚意吧 这个才是真的 教育部同意 疫情指令方面也同意 后来转弯的是 陆委会站出来说不同意 然后陆委会自己又说 人明明就没有那么多 就算1000个也只有10个 那1万个也只有100个 那不就很安全吗 你们在担心什么 所以你刚刚说出来 是因为你要看大陆的善意是不是 这是你真正的目的 你希望把这个当做一些筹码 把这些陆生 把这些小民 把这些团聚陆配当做一个筹码 跟大陆沟通的一个筹码 我不建议委员这么解读 不是这样子 不然是怎样 你说要看大陆的善意 我就不建议 你把这些人当做人质吗 我想不需要这样的一个 教育部也同意了 疫情指令中也同意 现在不同意就是陆委会 昨天媒体就是这样报告 教育部也同意 媒体讲的不准 他把旧的那个过去通过的东西 去做成想象就往前推 所以教育部都可以做想象发公文 所以教育部应该检讨 好好的问一下教育 台湾大学也发出声明称 境外生全面开放 对很多学校都是好事 但唯独大陆学生没被列入名单 本校深感遗憾 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 现任台中市党部副主委林立禅 5号接受香港媒体访问表示 对照民进党当局处理小明 及美国卫生部访问团访台的做法 小明是一面照妖镜 照射出绿营意识形态挂帅 所谓人权只是其竞选口号的本质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 以及林玉芳先生 我们首先请教唐湘龙先生 我们看到台教育部门通知都发了 可是政策却临时喊咖 境外救生全面解禁来台 却排除路生 此举也是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您认为台教育部门口中的 因两岸考量到底是什么考量呢 当然每一个政府大概不出三种考量 一个就是防疫的考量 一个是教育的考量 还有一个是心造不宣的政治的考量 那台湾是考量防疫吗 不防疫的话 今天大陆的防疫 就像是最近你看到的 柳叶刀杂志的总编辑 三番两次的告诉大家 大陆的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数一数二好的 大陆的疫情不能说没有 但是基本上管控也严格 从武汉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控制住了之后 整个大陆就进入到了一个 非常稳定的状况 经济成长率 你看到大陆上一季 也都会恢复正成长 你如果从防疫的考量来讲 理论上应该让大陆的学生回来 而不是让其他的学生进来 排除大陆的学生 第二个如果你从教育的考量来讲 更应该开放大陆的学生 因为所有的境外生里面 大陆学生是主力 大陆学生就五千多人了 如果大陆学生不开放 除了很多的大学无以为继之外 其他的境外生其实寥寥无几 那显然在教育的考量上面来讲 你也没有顾虑到大陆学生 也没有顾虑到大学的需要 这些因素排除了之后 只剩下一个 当然是政治因素 这位次长也已经讲了 陆委会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 有意见 简单讲陆委会有意见 就是政治性的意见了 它就是政治性的考量 虽然他会找一大堆理由推说 因为大陆方面的 反而在刁难 而不是台湾方面的刁难 鬼才信呢 这有这么一回事吗 好所以在眼前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在过去的三年多 从蔡英文2016年执政了之后 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 原来教育方面 学生方面 青年学子的交流 是促进两岸年轻人相互理解 认识最好的机会 也是政治性最低的 但是连这种政治性最低的 还不让他们来 你就知道民进党在此时此刻 配合着美国的全球的这种的反中的气氛 这次呢特别继续呢切断了 陆生了反台就学的机会 只不过是这种的思维 这种的政策操作当中的 另外一个例子而已 好的主持人 好我们再来请教林玉芳先生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 下周一将率团访问台湾 考虑到美国的疫情严峻不容乐观 外界也都在问了 为什么美国官员就能够顺利的访台 而滞留在大陆的小民们 迄今没有一条安全的回家之路呢 那相对来看呢 所谓的小民不能到 不能回到台湾来 这个这两件事当然放在一起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对比 就是外人可以来 可是自己人回不来这样子 尤其这个是站在人道观点来看 是有点残忍 这小民在大陆已经待这么久了 你让小孩子没有办法到台湾来 跟家里人团聚 这个对台湾百姓来讲 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看到今天陆委会的主委说 总会让小民回来的 问你是什么时候 好 这个冬去春来春去夏来 夏天很快就要过去 秋天就要来了 请问你这位主委 小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台湾 他是台湾的小孩 为什么不能回台湾 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的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经济下行压力陡增 年初曾多错并举 力图让两岸经济脱钩的民进党当局 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两岸经贸联系不仅没有退步 紧密程度还在升级 岛内舆论认为 这不仅标志着民进党当局 所谓脱中政策的失败 更代表着两岸经济已经形成一种 谁都离不开谁的关系 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 也是台湾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地 和台商投资最多的地区 新冠疫情之下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台湾 更难独善其身 大陆市场反而成为台湾经济的 关键加分项 数据显示 台湾六月出口大陆的占比 达46.1%为史上新高 而上半年42.3%的占比 也是近十年来的新高 上半年台湾出口大陆比重 创新高 主要来自半导体设备 及机体电路等电子零组件的贡献 占整体对大陆出口比重 高达50.6% 若与同类别全球出口值相较 大陆比重更是逼近六成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 两岸经济已形成一种 谁都离不开谁的关系 这些经济数据背后所透露的 不只代表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关系 也代表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后 不断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 企图割裂两岸经贸联系 今年更借疫情 操弄所谓反中 抗中 脱中 包括大幅限缩两岸航线 然而眼下事实 已狠狠打脸民进党当局的 两岸经贸政策 证明经济脱钩大陆 不管从政策面或务实面 都是不可行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邱一峰 日前在受访时指出 两岸议题本来是国民党的强项 疫情冲击下 两岸经贸却不降反升 这说明后疫情时代 国民党应该要加强两岸论述 以经济为主 教育 文化 宗教为辅 开展全面合作 当然国民党也要努力修补 跟大陆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9月6号 将举办国民党党代会 对于两岸论述要说明清楚 促进两岸和谐与和平 就此话题我们来继续请教唐湘龙先生 今年初民进党当局 曾经多挫并举 力图让两岸经济脱钩 但是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两岸经贸联系 不仅没有退步 紧密程度还在升级 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状况呢 好 这里面除了显示 就是说两岸关系 尤其在经贸分工上面来讲的 不可分割性之外 当然也有一些时空环境 就是现在的两岸的经贸关系 尤其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的配比 就算没有疫情的时候 其实两岸的经贸关系 也完全没有像蔡英文政府 所说的大衰退的情况 有的去年前前年的时候 当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贸 经贸就纠纷 那不断的升温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波 不只是台商 甚至于日商 美商的避难潮 担心会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的对抗 结果自己因为在大陆的投资 部位太高而受伤 因此大家会开始分散风险 所以那个时候两岸之间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依赖 一度降到40%以下 可是今年你看到当有疫情的时候 全部都回回来了 蔡英文政府嘴巴上面 当然是希望能够把两岸关系 持续的降温 经贸终究是最核心的 对台湾来讲是生命线 可是现在生命线 就是跟大陆紧紧的连接 连接在一起 这个数字凸显了 两岸经贸关系的客观的形式 不随你主观意志 移转的事实 但是民进党愿不愿意 坦诚的去面对这一点 让台湾在两岸关系的政治操作 跟经济操作上面 不会出现了一个踩刹车 一个踩油门 导致原地打滑的情况 这就是看政治的智慧了 可是目前的民进党 政治上面来讲 迁就于美国 经济上面来讲 迁就于两岸 因此台湾困在中间的时候 在政治的思考 跟经济的思考 基本上面是背道而驰的 处在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这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除非民进党自己觉悟 否则台湾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的主持人 的确在疫情的冲击下 两岸经贸不降反升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邱一峰就表示说 后疫情时代 国民党要超级部署 要抓紧和大陆的关系 才能够重新获得民众的信任 那么对此 林玉方先生 您有什么解读呢 国民党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强调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在国际上这样讲 我们在两岸关系上这样讲 我们在台湾的内部 也是不断地这样强调 因为我们认为很简单 两岸大家都同门同种 大家利益厉害 关系都是在一起的 那台湾每一年从中国大陆 赚了这么多的钱 今年的上半年 就赚了钱就超过500亿美金 请问你 这样的现象可以维持多久 如果两岸关系不稳定下来 不赶快有所改善的话 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可以维持非常非常的久 当大陆有其他选择的时候 他就慢慢就不用你台湾的货品 所以台湾自己要有所警觉 建议台湾的货品在大陆卖得好 你想有一些税的这样种方便 还有距离上的这种 因为近 所以省下很多运费以外 最重要的是大陆的人民 对台湾有特殊的感情 所以对台湾的产品 有特殊的偏好 等到两岸关系继续坏下去 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偏好 慢慢都会淡掉 而且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恨意 那这对台湾来讲是很不好的 第二个尤其重要要讲的就是说 两岸关系要好 才避免战争 避免没有必要的武力的冲突 也就是当双方没有办法在会议桌上 桌下来好好大家去谈事情 然后消除误会 然后找出一些比较建设性的方案的时候 那就只有到战场上一跤高下来 这是台湾民众想要的吗 我认为绝对不是 台湾百姓想要的是两岸和谐相处 台湾跟大陆可以密切来往 就像马英九的那个八年一样 两岸的人民可以交往的这样子的顺畅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超前部署 我只知道国民党要非常务实的 要去忠视九二公式的重要性 我觉得台湾民众慢慢就会了解 为什么民进党执政 两岸关系变得那么紧张 所以我觉得我对国民党 未来在台湾的政治的这样一个发展 我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台湾庶民现任以及现任明代 涉嫌集体受贿案 目前已经有七人被羁押禁建 民进党所谓时代力量 中国国民党以及五党级明代 均牵涉其中 一时间政商勾结 就成为了台湾坊间的关注焦点 国民党行动中场会 五号下午在新竹县举行 针对近期爆发的明代 集体受贿案 党主席江启臣说 党籍民代涉嫌受贿 遭到法院积压 国民党第一时间声明绝不护短 确认积压后 也即刻给予停权处分 此模式将成为未来处理原则 蔡英文连任以来 接连爆发弊案 人民对民进党执政的信任度 急速下降 然而近日检调 针对公司法修法过程 提出调查 肯党也有党籍从政策 同志涉案 遭到法院的激压 身为党主席 除了深感遗憾跟忧虑之外 仍要坚持以高标准 自我要求 自我检视 维持本党的声誉 民进党及民代苏振青 也因涉贪遭积压禁件 被认为可能影响 民进党2022年 在屏东县布局 民进党及民代钟嘉宾 被点名是可能人选 5号 钟嘉宾在受访时表示 覆潮之下无完卵 若不能赶快止血 换回民众信任 现在谈2022年 言之过早 全党都受到这样的一个 风暴的影响 我们都在深日检讨 我跟阿兆亲如兄弟 人在说打火了 插亲兄弟 我会兄弟 阿兆最关心我 民进党高雄市长 补选候选人陈其迈 日前被爆出 去年在担任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时 曾南下帮好兄弟 苏正清站台 这也让正在力拼 高雄市长选战的陈其迈 相当尴尬 因为都是中南部的立委 在讲铜车 我在讲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因为上下 在立法院去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 南部的像李坤泽 像管妈等等 我们都高铁大概铜车 所谓时代力量前 党主席徐永明涉滩 党内的十位决策委员 五号宣布集体总辞 当天傍晚 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 黄玉芬 林颖梦也宣布退党 两个人在记者会上 声泪俱下的痛批 所谓时代力量党同伐异 速度受到党内放化文化的攻击 让人彻底的心寒以及失望 台立法机构经报民代社会弊案 也引爆所谓时代力量退党危机 由于徐永明是唯一涉案的党主席 随即招致党内各界诸多质疑 不等党内出手 被停权的前主席徐永明宣称 为大局着想 决定退出时代力量 案情的部分我不能谈 不过我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徐永明一再挂保证称 自己没有问题 但仍引发党内蝴蝶效应 就连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 也不愿帮徐永明说话 我希望说因为是涉及前党主席 那我们态度就转弯 就用双重标准来对待 这次徐永明前委员 对于时代力量的伤害 老实说的确更大 而且不亚于过去搞入委员 爆发的事件 而就在徐永明退党两个小时之后 所谓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 黄玉芬 李颖梦 也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时代力量这几年 逐步成为党同伐议 背离初衷 匿名抹黑放话的政党 因此选择离开 我也很希望这个政党 可以带给很多年轻人 更多的希望 但是很抱歉 让大家失望了 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原本纪律委员会还被讨论说 要要求所有的纪律委员 都要签署保密协议 而且还要签本票 就是调查需要您签主席 听取他的说明有这么困难 好 那如果 实际上这个政党 并不希望我们继续待在里面的话 到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也不用继续强求 为什么一个零有政党补助款 也长期有党费跟政治现金收入的政党 财务状况到底在规划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以至于竟然会出现这么大的漏洞 然后发生这么大的丑闻 据悉 徐永明虽被台北市地方法院裁定 以80万元新台币交保 但由于涉嫌重大 被党内同志与支持者骂翻天 此前台北市议员林亮均协助理吴征 退出时代力量 这次黄玉芬林颖梦宣布退党后 该党在台北市议会的席次瞬间归零 两位年轻议员的动作是否会引发跳船潮 后续也备受关注 去年 所谓时代力量两心民代林长佐 与高禄已用 一个退党 一个因丑闻被除名 时代力量台立法机构党团 差点因人数不够而被迫解散 在2020年选举中 所谓时代力量民代席次 由原来五席调到三席 在台立法机构的地位 也从老三沦为老四 如今 徐永明涉嫌受贿被查 也令时代力量自我标榜的 所谓清廉神主牌彻底被砸碎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部分国家新冠疫情趋缓之际 美国的状况仍然不见好转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截至8月6号晚19点30分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达到482万4175人 死亡15万8268人 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 美国抗疫队长福奇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 美国存在一定的反科学情绪 他还透露自己和家人都收到过死亡威胁 因为许多人不喜欢他对新冠病毒疫情 所发表的言论 据悉美国26个州的新冠病例仍在上升 其中许多发生在南部和西部 35个州的死亡病例在增长 并据美联社的分析 过去两周 美国平均每日新冠死亡病例 从原来的大约780例增加到了1056例 与此同时 新冠病毒检测数量在50周中的22周出现下降 据报道 由于多地出现等待检测时间长达数小时 检测后长达数周才能得知结果的情况 许多美国民众选择放弃检测 当地时间5号 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主办的活动上 福奇坦言 美国的疫情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糟糕 他还警告称 如果美国各州对疫情防控 没有一致的回应 美国将有继续闷烧的危险 有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到现在为止 还没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当地时间8月5号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 谈及新冠疫情时再次重申 新冠病毒最终将会消失 不少细心的网友还注意到 特朗普过去几个月内 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话 近段时间 美国抗疫再显荒诞一幕 国内疫情加剧肆虐 白宫却屡屡和抗疫队长福奇杠上 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官员 多次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 表达对福奇的质疑和不满 上演一出出亵渎科学 愚弄民众 历令致昏的反制闹剧 而在美国政府推波助澜下 社会的无知和偏见也被进一步放大 美国各地反居家令 反疫苗活动甚嚣沉上 所谓福奇制造了新冠病毒等阴谋论 大肆传播 如此种种极大刷新的外界认知 5号当天福奇也透露 自己和家人都遭到了威胁 福奇还谈到 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反科学情绪 当天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多起 近日发生的喝洗手液中毒事故 其中4人死亡 3人失明 8人入院 特朗普此前宣称 注射消毒剂 可治疗新冠肺炎的荒唐言论 美国国内因勿用消毒剂 漂白剂而意外中毒事件 与去年相比急剧上升 新冠疫情 肆虑全美之际 美国各行业也受到不少冲击 经营状况堪忧 而在劳动力市场复苏疲软之际 许多美国失业者烂以为生的 联邦失业补助已于7月31号停止发放 令上千万人面临断粮的困境 随着生计日趋恶化 不少美国人被迫提前动用退休储蓄 但专家警告称 这一做法相当于一场熬赌 可能牺牲他们的长远利益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王健先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 一位熟悉近日白宫工作组 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说 特朗普还没有意识到 疫情的严重性 我们都知道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82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了15.8万例 在这个时候 外界对于特朗普 为什么仍然有这样的质疑声呢 的确目前很多美国的媒体指责特朗普说 依然没有意识到 今天的疫情有多严重 我觉得这话说对了一半 从一个层面而言 特朗普对于疫情 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了解 是逐步加深的 比如说一开始 他讲到这是一个骗局 他会魔术般消失 这都是特朗普 在判断疫情的过程中 犯下的重大错误 在那个时候 我想特朗普对于疫情 究竟有多严重 事实上他并不了解 对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 各种各样的提醒 他也充耳不闻 听不进去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凸显了 他对这场疫情 这个病毒的这种了解 极度的匮乏 但是伴随着美国 疫情不断的提升 尤其是纽约州 拉起了第一波 随后我们看到 佛罗里达州 加州 佐治亚州 伊利诺伊州 掀起第二波 疫情高峰的时候 特朗普事实上 已经意识到了 这将严重影响他 在竞选当中的地位 尤其是他的支持率 持续的下降 从目前来讲 我想特朗普 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 这个疫情的严重 但为什么依然 在各种各样 公开的表态过程当中 不去强化疫情严重 这样一个现实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特朗普不愿意在 大选还有不到 100天的这样一个时候 给自己打脸 过去自己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种种表态 都被媒体所记录 都被不断的传播 那今天如果发表的观点 和自己几个月前 发表的观点 截然相左的话 那等于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特朗普只能 硬着头皮 持续的表态 第一 美国政府 在应对疫情方面 做得很好 第二 美国的确诊人数多 是因为检测 比世界各国发达 那这样的谎言 持续的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这并不代表着 特朗普没有意识到 疫情的严重 而只代表着他关心 或者说最关心 自己竞选当中的利益 好的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美国新冠疫情 持续蔓延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 王健先生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在8月5号发布数据显示 随着生计日趋恶化 不少的美国人 被迫提前动用退休储蓄 但是有专家警告说 这一做法相当于一场豪赌 可能会牺牲他们的长远利益 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很多的美国人目前开始动用他们的401K了 401K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 是美国退休金的一个计划 它基本上是由企业 雇主方面和员工个人 每个月定期存入 相应的账户 在你到达一定年龄退休之后 可以启用这笔资金 弥补自己生活的不足 在这个层面而言 当一场疫情袭来 手上没钱的时候 去动用401K 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手上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积蓄了 不动用 可能生活就无法维持 可能房子就被银行收走了 可能自己贷款买的车就会被抵押 在这种情况下 确实很多美国人是没得选择的选择 说明一点 说明美国目前疫情和经济持续的下滑 对于美国人的生活 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经济发展层面 有一个消费度日 这样的一个模式 美国人自己存款并不多 事实上 平时无论是买房买车 或者是平时日常的开销 都是先刷信用卡 先贷款 从银行贷款 到了相应的还款日之前 再把这个钱还上 这样一个消费习惯 这个消费习惯 和我们国家民众的消费习惯 大相径庭 通过借款的方式 维持了所谓美国的繁荣 但是当一场疫情来袭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没有办法复工 美国的民众失业 我们看美国的失业率 持续居高不下 而到了这种时候 民主和共和两党 又在不断的纠缠 对于失业补贴的计划 果不不前 到7月31号截止 所以很多美国人账户上 确实没钱了 这个时候动用401K 意味着能够暂缓 目前的这种尴尬的局面 让兜里没钱的现实 稍微拖延一下 但是疫情会拖延多长时间 我们看美国已经 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的人数 持续的攀升 甚至世界卫生组织上周 在开会研判的过程当中说 未来几十年 人类将伴随着这样一种病毒 那在这种情况下 借401K的钱 弥补日常开销的不足 能借多长时间 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 如果把401K的养老钱 都拿出来补贴到今天 那未来真正退休 面临养老的时候 美国人又将向何处去 我想这一系列问号 目前都没有直白的答案 可以解答 只能交给美国政府 去面临这样尴尬的局面了 好的 谢谢王健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 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